其实,俘乳和鱼的搭配更是省事的惊人 在和鱼肉搭配的时候 俘乳入味,去腥,上色,提鲜 一步到位的神奇作用 会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如此一道豪华的鱼肉大菜 只用俘乳一种调料就能完成 您又能相信吗 我们还是跟着大厨来验证一下 首先第一步,当然还是鱼的处理 因为俘乳的入味效果奇佳 所以我们选择实惠肉厚的草鱼也没有问题 但由于草鱼土腥未重 所以这鱼的处理却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首先我们把草鱼身上这些带腥味的东西都去掉 草鱼虽然家常 但身上却有着三个藏心地带 分别是腹腔内,鱼黑膜和腥腺 我们要一一处理才行 首先是腹腔内筋膜的粘骨血 用钢丝球整个将鱼血擦出 并将腹腔内笔的筋膜一起擦洗掉 剩下的就是干净的鱼肉 之后就是表面黑膜的处理了 在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也曾介绍过去除黑膜的方法 用一锅开水 加入大勺凉水调整温度 之后将草鱼在里面快速打个捆 再用刀背一挂 这附着在鱼身上的污污 就被清除干净了 而最后一步就是去除腥腺了 我们将鱼的鱼头去掉 在鱼脊柱的两侧 就会发现两个小白条 这就是鱼的新鲜 我们将它一边拍打鱼身 一边抽出来 这草鱼的去腥处理 就全部完成了 之后的一步呢 就是把草鱼切块了 而给鱼去骨切块 一般人听起来会觉得 危险又困难 但大厨其实也有高招 保证零接触的我们 也能轻松片出 利落干净的鱼骨来 首先我们把草鱼平放 直接切成两直宽的鱼端 之后将鱼端一个一个的立起 就能清楚地看到鱼骨的走向 如此一来 我们沿着鱼骨头 直接一刀去除鱼肉 就能做到 不需要骗鱼 也不需要刀工 鱼骨一样剃得 干净利落 不浪费 这样我们再把鱼肉 插一成大块 接下来就是去腥的步骤 之后为了给鱼肉去腥 我们还要把它腌制一下 但是为了保证鱼肉的口感 今天我们选用了特殊的水腌方法 普通方法腌制鱼肉 加入了盐和料酒之后 鱼肉的汁水被杀出 去腥的同时 往往柔嫩的肉质也被破坏 而大厨今天采用的水腌法 就能在去腥的时候 让鱼肉达到更加水嫩的效果 首先我们准备一大盆凉水 先加入大量的葱姜花椒 去浸泡一下 让整满水变成葱姜花椒水 之后就用这盆特殊的水 去浸泡鱼肉 达到去腥的目的 等到鱼肉浸泡得发白了 葱姜和花椒的香腥味道 也渗进了鱼肉里 这去腥水润的效果也就达到了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炒制的步骤了 我们放两片五花肉 慢慢煸炒 用炒出来的一个荤油去处于鱼肉 因为鱼肉本身缺乏一些脂肪和肉香味 而加入五花肉之后 它整个味道就会变得更加香浓鲜美 等到五花肉整个收缩了 肉油出来了 我们加入葱姜蒜 把油炒香 之后将大块的鱼肉下锅快速翻炒 让鱼肉快速定型 锁住鲜味和水分 之后就是最重要的调味步骤 之后的调味呢 我们只用腐乳一种原料 就能达到一步到位的效果 我们选用多半块腐乳 用一碗水把它调开 分几次加入到鱼肉当中 逐步地让鱼肉吸收 肥味之后 而腐乳在加热炖煮之后 会激发出全新的香味 同时呢 颜色 酒香 咸味 全都有 最后作为配菜 我们再加入芹菜一起翻炒 这样呢 我们这个腐乳一块就出锅了 有鱼有肉的鱼乳大菜